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总是有矛盾 她的工资卡不给我 我想出钱吧 给女儿买套房子 她也不同意 她只顾自己享受 不管我和女儿的事 我们两个人总是为这件事 总是吵架 我认为我们到这个年纪 该享受就享受 不要再为人家操心 但她总是不能理解 关于工资卡等问题 我也有很多话要说 我认为我昨天没什么不对的 她现在种种行为 让我越来越想不明白 她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呢 今天来个短两个 就希望让大家帮着我 分析分析这个事情 该怎样解决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64岁 来自山东工人 刘女士64岁 来自山东工人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您两位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39年了 过去39年那工资卡 都在你那儿管 是吗 原来一开始我管 管了不长时间 她就给你拿过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偏心 过年过节 给她那些亲信 买东西滑钱滑多 给我母亲买东西 她滑钱滑了手 说一说 从那以后 这个工资坎 我也不给她来 另外我们当地 还有这种说法 爹和娘有 不如自己有 老婆孩子 不如自己钻子 这不是抠门吗 你们俩是不是经常会为这个事争执 对 除了为这个事 还为啥事来 为了姑娘买房子的事 说说姑娘的房子 姑娘生了二胎以后 她爸就一起想买个房子 这些年她一直和婆婆 跟我在一起住 你说没毛病吧 这是不可能的 她就想买套房子 我就给老伴说 我说咱爸就这么一个姑娘 咱给她资助点钱 给她买套房子 她就不愿意 老师我跟你说 这个事我给你解释这些事 我这个姑娘 她都扯家里下来 我觉得我呢 这个孩子就是 你管她小 我不能管她老 她想改善房子 让她凭着自己的本事 去创造去 这里更深 你别光业靠老的 另外呢 我这个住房问题 我还挺犯难的 我和我老伴 我们一共两套房子 她一套我一套 我早就给她 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们把这两套房子买了 买了之后咱改善一下子 住个大地儿的房子 挺好 原来年纪越大了是吧 别享受就享受吧 我给她商量 这个事她就不通意 为了这个我们两个人 整天发生争执 这有啥好吵的呀 商量吗 商量不成啊老师 商量不成啊 行那一会儿让 那四个老师给你们商量 还有别的事吗 这就是看孩子 我这意思吧 当老了也看孩子 她就不让看 每次当老了也没必要看 人家有奶奶有爷爷 她说这个事 我给姐姐介绍 我姑娘有了个二代 她想这么想看这个老二 我不同意 人家她有她爷爷奶奶的看着 你说你干什么呢 您觉得多管闲事 对了 看孩子有风险啊 你磕着碰着 想当老了也得不担事 管钱她愿意自己管 买房她有她的想法 你有您的想法 对 代不代第三代 她有她的想法 你有您的想法 对 那还有什么事今天要说的 这就是出去旅游去 出去旅游 他出去旅游去 三天他都不跟我说 气得我 你都不知道我在三天 我怎么过的 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你不能怨我 就是你老师 我给你接这些事儿 我们这些人呀 都不是都退休了吧 退休以后再一会儿打盘啊 我们当中有一个派友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全南华开的 上铁山玩玩去 但是呢我这个伙计呢 他呢还得定了个规矩 他说什么呢 出去玩家 不告诉老婆孩子 不是 这是什么规矩啊 就不带老婆孩子去 你不带和不告诉 是两件事儿吗 他说什么呢 咱不告诉老婆孩子 为啥 告诉老婆孩子 他说事儿得多 托你的后腿 哦 他说什么呢 咱这话带一块去 哎 愿意大牌就大牌 愿意喝酒就喝酒 愿意吃肉就吃肉 怎么玩怎么吃 哎 咱不听老婆孩子的 哎 结果这么人 那一会儿心血来托 他真走的 谁没告诉家的 没告诉家的吧 到台湾之后啊 住离馆了吧 他说的是 不让带老婆孩子这个人啊 他偷偷摸摸上一边去 给他老婆打电话去 我让我一看 你这个伙计怎么不相信 你发气的 你说的 你一定的规矩 你偷偷摸摸上一边 给老婆打电话去的 哎 我让我一看 你打吧 我让他打 都打开了 哎 这一打了不得 我那个老婆 得电话的就和我打起来的 哎呀 埋怨啊 我能不埋怨你吗 你在外头玩成字 我自己在家 你多难过我自己 得电话给我炒起来摸完的 那对啊 你这么大的人 你走的时候都不跟人说一声 哥谁谁也生气啊 哎 这是旅游的事的吧 啊 哎呀我一会儿喝酒的事 哎呀他和我打 他喝酒老师 他喝酒那天晚上 他出去和那 胡鹏沟游出去喝酒去 嗯 喝酒回来晚上的十一二点 嗯 哎呀喝的醉醺醺醺的 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有土有鞋的 你的朋友管的吗 谁管的 我管 还是我管啊 对对对对 我能不气的话嘛 你正在出去喝酒去 你不如出去打打工去啊 你整个亲爱的 天不天不在的孩子 哎 老师你说这个 喝酒这个事啊 我没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 咱俊南吧 有个风趣 你买了新房子 装修完了之后 亲朋好友 上你家去煮喝去 这一煮喝就叫文菊 哎 神经病就是喝酒啊 请喝 那那晚上六七三中 就开始喝 一直喝到十点了吧 我就想走 结果有一个伙家 他原来说的 也是六七三中 上那一块儿来喝 结果他家有时吧 他耽误了 您这伙计 都不太靠谱啊 这伙计 他来得晚了 我一看他来了 我就想走 那那个伙计说什么呢 他老李啊 你要是走 他你就是看不起我 他讲我的心 你说怎么办 你管老公朋友年子 你不顾你老婆 哎呀 这就喝了不得了 喝到晚上十二点多了 也就是说 您现在这退休生活 还挺滋润是吧 我现在 大大牌喝喝酒 旅里游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再跟老婆吵吵架 吵架呢 我是本身 我是不愿和他吵啊 他觉得我没办法 我那意思是什么呢 你啊 别管懒这些事 有时看孩子 有时打工 还打工啊 打工啊 你们现在还打工啊 你听我说 我就觉得什么呢 好不容易退休了 是吧 孩子这个工作也稳定了 我现在我没压力了 你说我还出去打工干嘛呢 对吧 该享受就享受 我现在多次啊 早上去打工啊 要不就下上去 东西回家吃饭 吃晚饭以后睡一会儿 下午起来 上图书 是吧 看看报纸 看看书 哎 哎 多潇洒 是是是 对吧 想不开他 你光潇洒的 你不顾忌我呢 我还顾忌你 我的话出去那一会儿 说我带着你 是吧上工院 他去多管闲事 人家那个垃圾桶啊 人家不往里拽 人家拽地下 哎 他上去就说人家去 他竟多管闲事 不是有功德心呢这是 哎呀 他就说人家 不是有正义感啊 你看 我翻了 以后再出去 我可不带着他了 哦 你就应该把你出去 打打工去 你别管喝这些 红红光油 这块喝酒 你打打工 多好呢 今儿谁要来的呀 我要求来的老师 您要求来干嘛呀 我要求来调节调节 就是把你他的工资卡 以着他掌握着 让他把工资卡 说出来 哦 如果他要就不给您呢 就不给 我就不好好给他过来 就不好好过了 嗯 问问啊 这么多年三十九年过来 这媳妇怎么样啊 他反正是够厉害的在家的 反正后来快脱钩了 脱钩了 嗯 为什么快脱钩了呢 他太强势了 你不是三十多年都强势 你怎么突然就想着造反了呢你 嗯 原来我那个 我挣钱比他少 我现在我挣钱比他多了 我要本赢了 哦 等于退休之后 把财权就紧握了 就要自由的人生了是吧 对的 还要跟老婆脱钩是吧 脱钩反正是 他要是再把我比齐了 反正我就跟他一步呗 哪一步 比齐了不行就拜拜呗 等于他退休之后 他觉得生活好了 所以他愿意既自由也享受 是吧 但是您觉得您在生活里 还是有责任的 所以您还想尽您认为的那些责任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个难题啊 三十九年的夫妻六十多岁了 都有自己的人生阅历 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是有规划的 现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还有舍不得 嘴里说我要脱钩 其实都舍不得嘛 怎么办 你们帮着调一调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文卷 枉费心神空计较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大叔大妈 我来给二位说道说道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活到这一把年纪以后 两个人都越来越自私了 大叔 钱得揣在自己的兜里 我得出去玩 出去喝酒 出去乐呵乐呵 您把所有的爱都投射到了自己的身上 大妈肯定不同意 说我不自私啊 我都是考虑女儿的对吧 考虑这个家的 你怎么说我自私呢 钱在您管着的时候 得先往自己娘家这边多划了一点 对待先生 把爱全部都给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都六十四了 还出去打工 刚才从那走上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旁边两位老师说 我说哎呀 腿脚不是特别利索啊 是吧大叔 为我做过手术 身体还不太好对吗 嗯 所以还要去打工吗 前面我讲到 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大妈 孩子的事情交给他们 你们两个其实四大核心问题 房子 票子 孩子 乐子 我们先来说这个房子 咱们到这个年纪 就是应该享受人生 我是同意您的观点的 而且将来百年以后 所有的财产 你们就这一个女儿 肯定全部都是她的 对不对 但是当下 在未来的日子 我觉得你们两个 更应该有一个温暖 舒适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是赞同大叔的 就应该好好地再买一个房子 自个儿住 这是第一 第二 收到票子 您有工资吗 有 好 你全让她交给你 不可能 我的意见是 把两个人的工资放到一起 合并在一张卡上 所有的固定支出 比如说给父母的赡养费 平时的生活娱乐开销 家庭的开支 全部每个月拿出来 剩下的钱放在一起 两个人都同意 这个钱才能动 六位书密码 你设前三位 你设后三位 好不好 反正钱都是大家一起的 对不对 您同意吗大叔 算是争取了 算争取了 第三点 孩子 孩子如果人大妈愿意带 姑娘又同意 我觉得对于她来说 也是享受天伦之乐嘛 所以咱也不用过分地要求 也不用您带 也不累着您 所以这听大妈的 行不行 最后乐子 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在一起 应该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吃饭 彼此陪伴 彼此温暖 彼此依赖 好吗 这是我给您二位的建议 祝你们永远幸福 安度晚年 谢谢 今天大叔的话说挺多 但是你们能离得了吗 吐得了沟吗 我看呀 吐不了沟 如果年轻的情侣 吵来吵去非常常见 但是为什么过了三十多年了 两个人怎么还在吵呢 从表面上看 两个人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有好多三观不合的人 人生活得也很好 为啥呢 俩字儿 默契 什么叫默契呢 我呀给你们做个示范 我让那个作文老师来配合一下我 好不好 我来说下游戏规则 咱俩玩个游戏 咱俩搬手腕 谁赢了 谁赢一百块钱 输的不赔钱 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好好 来 我赢了拿钱 你赢了你拿钱 可以啊 哎哟 这我输了 我们常见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 就这样的 他想赢 然后我呢就被挫败了 我觉得很难受 下一次 我想办法我得赢回来 这样的话呢 各自为战 但是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 来你赢一百 来我赢一百 你赢一百 我赢一百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两个人在三观不合的时候 一定会有各自的意见 但没有关系 默契是什么 这个事儿 我有我的观点 你有你的观点 但这一次 我妥让一下你 妥协了 下一次 哎 你再妥协一下我 那就是双赢 默契 就是这么生长的 如果都坚守自己是对的 那最后两个人就是越走越远 我又回到刚才左颜老师那话 六十多岁了 我问一句 您做手术的时候 谁照顾您呢 哎呀做手术那当然是他的 哎 行了啥话别说了 到这年龄了 谁也不 不敢保证自己一直健康 老了一半 彼此是有牵挂的 真的有点疼疼脑热的时候 你看谁照顾你们 子女有那个心 有可能都没那个时间 所以你们根本就分不开 但是我希望刚才我和左颜师这样的互动 能给你们一点启发 商量好了 五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我让你 第二个矛盾你让我 让完了说成谢谢 这才情感的交流 好吧 谢谢两位 好 谢谢余老师 我们都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个道理谁都懂 就你们俩刚才顶着牛说 我实在逼得我不行了 我脱钩 完全脱不了 您别那么着急 你说哎呀你看他出去玩三天 把我扔在家里 我这天天怎么过的 我难过死了 没那么严重 你把他放出去两天 他就知道回来了 他又知道头疼脑热呀 生个小病啊 靠谁呀 朋友靠不住 不是朋友不讲义气 这个年龄啊 朋友都自顾不暇 只能靠爱人 所以如果阿姨你要是 想要把这个家庭稳固 想让他听您的话 也特别简单 你就靠着他 他玩两天就回来了 他离不开你 因为退休没有几年的时间 他终于觉得 我也不用照顾孩子了 也不用忙工作了 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我觉得阿姨您可以 给他一点点空间 还有就是对于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老年朋友来说 真的自己的小家庭 远远重要于孩子们的家庭 因为他们已经独立了 你们应该把时间 把精力 把钱 留给自己 老师们不也都劝您吗阿姨 所以这点上您要调整 放手让孩子去吧 你们两位好好过 好吗阿姨 谢谢了 出一个小招 他要如果再出去玩 他出去喝一天大酒 回家让他干三天活 您什么都不干 好啊 他再出去自个儿旅游不带您 回来干一个月的活 您啥都不干 我听您的老师 他要不干就饿着他 对 叔叔加油啊 得多关注老伴 要不将来一个儿子怎么办 谢谢 大姐 我觉得每个人衡量自己对孩子 对长辈 都只有四个字 就是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但你也要尽你的义务 你对孩子尽到了义务就可以了 你甚至应该开始行使权利 就是他们要赡养我 而不是我再给钱给他 你对你家里的人 你对你的长辈 只要他们现在还健在 你有你赡养的义务 你只要尽到义务就可以了 而唯独对于你的爱人而言 却不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他们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是结婚时候的手绢吗 是 那个呢 您放的是啥 那钱包 啥钱包 结婚那时候 我没登记的时候 他买的 三十九年一直 一直用的 后来摸得挺厉害的 我就没得用 但是我没设得拽 因为我一看这个钱包吧 我相信当年 我老板对我那片情 那片爱 我没设得拽 你没打开那钱包 看里面有没有卡呀 有卡吗 假的 好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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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